菲律賓寶和島華僑黃三明 因為2013年一場強症 走進慈濟一同濟平一整 今年在國際人醫會上 說出對政言上人的誓願 而菲律賓人醫會近年來 與台北慈濟醫院合作兩例罕見疾病個案 特別獻花感恩跨國的醫療之愛 每三秒就確診一位失智症患者 花蓮奇技術中心努力耕耘失智照護 在今年正式接下花蓮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的重任 希望能夠從醫療到社區 早期發現個案 然後協助他從疑似確診 醫療介入到社區的一個服務 看見優點相互學習 發現問題共同解決 醫護人員共勉精進 期盼提供病患更好的醫療照護 帶來新聞 謝宇山 劉洪志 花蓮報導 我還會發生的評論 我也會爭執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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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謝謝 謝謝 很快